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此前公布的2024财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 营收接近预期上限,净利润也大幅增加 在主要技术节点,第四季度的先进制程技术 7奈米及以下占晶圆总收入的74%,其中3奈米出货量占晶圆总收入的26%,5奈米占34%,7奈米占14% 2024年全年,3奈米贡献达到晶圆总收入的18%,而5奈米和7奈米工艺技术分别贡献了34%和17% 先进制程技术占总收入的69%,高于2023年的58%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会上表示 2奈米工艺N2预计在2025年下半年投产 2奈米升级版N2P和1.6奈米工艺A16预计在2026年下半年投产 分产品类型来看,高效能运算HPC、智慧型手机、笔电、汽车和DCE的收入 分别比2023年增长了58%,23%,2%,4%和2%,而其他业务则下降了14% 其中,HPC高效能运算占比最大达53%,手机为35%,魏哲嘉认为 公司业绩增长很大程度是受到HPC驱动 在第四季度财报会议上,台积电预计 2025年第一季度营收环比会有下滑在251到258亿美元之间 即便台积电管理层预计一季度的营收环比将会下滑,但同比仍会大幅增加 他们在去年一季度营收188.7亿美元 今年一季度的营收如果达到预期,同比增长率就将超过30% 2024年,客户对AI相关的需求十分强劲 用于数据中心,AI训练和影响的AI GPU, AI ASIC和HBM控制器 AI加速器收入,占总收入的15%左右,同比增长两倍以上 预计2025年,来自AI的收入还将翻番 AI将成为HPC平台增长的最强大驱动力 并成为台积电未来几年整体收入增长的最大贡献来源 预计2024年至2029年,来自AI的收入CAGR将大约45% 公司整体营收5年,CAGR预计达到20% 先进封装的产能,COWS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主要面向与AI相关的芯片制造需要 台积电仍然在加紧扩产中 台积电在财报会上透露 去年COWS台积电2.5D先进封装收入占整体收入8% 今年预计收入会占到10% 其毛利率仍然低于公司平均水平 每年的资本开支一直和公司未来前景强相关 更高的资本开支常常与更大的发展机遇相关联 2024年的资本开支为297.6亿美元,同比增长0.7% 2025年,台积电的资本开支为380亿至420亿美元之间 其中70%将投入先进制成的研发 10%至20%用于先进封测和研磨板制造 台积电在全球产能计划正在持续推进中 美国亚利桑那州采用N4工艺制成的第一座晶圆厂 已在2024年四季度投产 且第二、第三座晶圆厂的计划顺利进行 日本雄本第一座晶圆厂于2024年底开始量产 二厂计划今年开始建设 德国德勒斯登晶圆厂进展顺利 重点是汽车和工业应用 继续扩大台南科学园3奈米产能 并在为新竹和高雄科学园的2奈米晶圆厂的多个阶段做准备 然而台湾加以于1月21日凌晨 发生里是规模6.4级地震 对于今年一季度的生产扩张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次地震台积电位于南科的晶圆厂区测得最大震度为5级 影响最大 台积电震后立即召集生产线人员设备等供货商 进行抢修机台设备移位晶圆破损等后续工作 另外台积电表示 除了位于镇幅较大地区的少数生产线 尚在调整校正以恢复自动化大量生产外 其余相关晶圆厂皆可大致复原 地震对台积电的影响可控 在地震发生当天 台积电曾对外表示 为确保人员安全 各厂区依照内部程序启动相关安全预防措施 部分中部及南部厂区在第一时间进行人员疏散 21日凌晨一时许全树完成清点 确定人员安全无余 各厂区也完成建筑镇后损害检查 确认结构安全无余逐步回线 台积电表示 建厂工地未受影响 完成镇后环境安全检查后已照常施工 目前各厂区供水电力公安系统及营运正常 各项细部检查与详细影响评价作业 也持续进行 随后台湾工商时报报道称 台积电南科514518厂区产能受地震影响 估计将出现1至2万片晶圆破损 或将影响台积电一季度销售额低个为数百分比 但是供应链消息显示 台积电3奈米和5奈米的先进制程518厂是新建晶圆厂 其防震系数相对较高 但此次地震仍导致约三成至四成的设备受到一味等影响 损失不亚于去年四月的地震 破损晶圆数量约在2.5万片至3万片之间 514A与514B两座晶圆厂估计有一半的机台设备受到了影响 破损报废晶圆数量更是超过了3万片 不过台积电已经召集了生产线人员以及设备等供应商 紧急投入到机台设备一位晶圆破损等后续工作的抢修中 可以看出台积电的514晶圆厂在地震中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估计有一半的机台设备受到了影响 因此此次台湾地震对台积电晶圆514厂和518厂带来的整体损失 恐怕要超过2024年4月3日地震所造成的损失约9200万美元 预计损失金额预计达到30亿元新台币以上折合9150万美元 不过对于该传闻目前台积电未正面回应 从目前来看台积电相关受损晶圆厂除了少数产线仍在调整 其余已大致复原 但是台积电并未披露受损晶圆的具体数量 和具体损失金额 但有内部知情人士表示 加以6.4级的地震 70公里外的台南厂一定损失不小 几万片晶圆在查验和修复中是一定的 不过具体损失仍不确定 不过台积电也表示 自己在地震应变和灾害预防上拥有丰富经验与能力 并定期进行安全演习以确保万全准备 感谢员工及供应商伙伴共同努力 台积电进一步指出 各厂区供水电力公安系统及营运正常 正在全面检视这次地震所造成的影响 同时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 并适时沟通相关影响 就目前状况来看 台积电预期此次地震事件影响可控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